这一次 陈晓多年为迟的体面被赵丽颖彻底撕破 赵丽颖已在圈内树立起实力低调的典范 除了宣传作品外 绝不会进行过度的营销 即使是像《将员弄》这样的剧作 也未能在红毯上引起争验 新电影《乔妍的心事》仅仅在微博上进行了简单的宣传 赵丽颖虽想低调 但奈何实力不容她如此 即便她一向循规蹈矩 却总是被他人当作营销工具 在2016年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陈晓和陈妍携手挽着手走入婚姻殿堂 当时的那场婚纱之吻实在是太美了 真的是视觉的狂欢 还有那些浪漫至极的情节 不过 虽然我们看到了这场爱情的盛世 但其实人们渐渐地注意到 在纯正的誓言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那时他们之间的爱情画面似乎依然在我们面前播放 可是突然间 关于他们的婚变谣言就像疾风咒语一样传来 事实上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感情的裂痕已经若隐若现 而那份表面上看起来的爱情结晶 看起来更像是因为怀孕才决定结婚的 外面的世界对于这些事情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读 尽管他们恋爱时期的各种争议 并未阻止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 但是真正的夫妻关系是否真的像婚礼上那样美好呢 2020年的文艺晚会上 陈晓那张尴尬的黑脸 让人不禁怀疑他们的婚姻是否真的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甜蜜 陈晓眼中失去了光芒这个说法 瞬间登上了热搜 许多媒体开始深入挖掘 关于陈妍希婚前混乱的感情历史的消息也随之传开 这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爱情故事背后的复杂性 同时也为两位主角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更多的话题 在这样的舆论风暴中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它还涉及到很多外部的声音 斗争和期待 赵丽颖这个名字 在娱乐圈里已经变成了那种低调又有实力的代表人物了 你看 虽然她赢得了好多关注和好评呢 但她一直都很低调 不会因为各种争议或名利的诱惑就摇摆不定 她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方式 都展示出了对艺术和真情实感的真心执着 其实除了在舞台上的光芒四射 赵丽颖更是靠她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比如从陆珍传奇里那个坚强勇敢的陆珍 再到《花千古》里那个温柔如水的小谷 她演得真的很棒 每个眼神 每个动作都能看出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演技 但是 当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时 原本安安静静的赵丽颖却突然成了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 虽然她自己并没有参与那些捕风捉影的炒作 但总有些人把她的名气当作宣传的手段 不过 赵丽颖并没被这些事情打倒 她一直保持着冷静和淡定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都坚持自己的原则 坚守底线 追求卓越 还经常给我们展示她作为演员的独特魅力 在舞台上 大家都叫她赵姐 因为她的表演非常出色 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在台下 赢宝轻松自如地应对着各种各样的麻烦事 真正让人们更加佩服和喜欢她的 就是这种成熟稳重的心态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的男主角方邪文 这个角色啊 从恋爱时的温柔深情到结婚后的冷酷无情 这反差实在是让不少观众心里都不是滋味 虽然剧里的角色让人看了火大 但现实生活中的零更新可是出了名的独来独往 在娱乐圈简直就是一块不能轻易招惹的硬骨头 她应对那些营销号的挑衅和试探 根本就不用靠工作室的帮忙 这种性格特点不仅在剧里有明显的对比 还在赵丽颖和方邪文之间的关系上 制造了独特的情感冲突 剧里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对神仙姐姐不敬的行为 如果真的发生在赵丽颖身上 那肯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面对许半夏那种强势的个性 不管是让她不去上班还是逼迫她跟自己同居 她都会给出自己的反应 她眼中的坚定和不耐烦展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坚强 对那些陈旧的世俗礼仪有着深刻的批判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三位演员的个性都是非常特别的 赵丽颖和刘亦菲作为演艺圈里的两个孤独者 他们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别人意见的漠然置之 更多的是以一种背影给那些想要攀附他们的人 带来巨大的压力 谈起赵丽颖 我们无法避免谈到她那些跟霍建华合作的爆款剧集 比如大火的花千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在银屏上的精彩标系 这不仅为她们带来了一批新的CP粉丝 更证明了只要有好的演员 无论男女或者角色类型 都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尽管赵丽颖一路走来 质疑声从未停止 绯闻八卦也是层出不穷 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她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这个勇敢的女性 无惧流言蜚语 始终坚持自己的步伐 勇往直前 赵丽颖的人生故事 就像一部传奇与现实交织的电影 从冯绍峰到陈晓 她在两个男人之间 经历了感情的波折和成长的魔力 冯绍峰 在大家眼里 一直都是那个有钱又风流的宠儿 她的情史和绯闻 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她和赵丽颖的恋情 曾经轰动一时 每一次她们共同出演的作品 似乎都预示着她们的美好未来和现实的残酷 赵丽颖 这个名字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她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女性代表 无论是在偶像来了节目中寻找真爱的暗示 还是在现场表演中大胆表达自己的需求 都显示出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被理解和尊重的需求 最后选择冯绍峰 或许正是因为她希望对方能成为自己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那个人吧 再者呢 你看她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对爱的期待 这里边可是充满了金庸先生笔下那位勇敢而坚强的女性形象 那可不就是明蓝吗 这位为了老公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不惜用尽所有汗水赢得晚年幸福 怀里是可爱的孩子的那位女性 赵丽颖非常敬佩她 也是因为有这么坚韧的品质吧 知否这部剧其实也是赵丽颖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她放下了那些悲伤的过去 心里有着坚定的信念 却又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困境 赢宝家里并没有那种大富人家的优越环境 也没有得到豪门婆婆或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但是这种出生反而锻炼了她坚韧的性格 塑造了她勇往直前挑战高峰的那份精神 说实话 这段婚姻最后的结果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无奈 觉得老天爷捉弄人 但是 对于受到伤害的赢宝来说 这个果断的决定恰恰体现了她聪明过人的一面 能够在生活的旅程中随时调整方向 不再迷茫于未来的道路 我会在香港当中的中国字幕里面 是否有了